基隆就业中心举办联合征才活动 涌进许多求职的民众 特别是六月份毕业季 除了招募正职人员 也招募即时打工的人员或是兼职人员 扩大招募管道满足求财需求 我们这一次的现场征才活动 总共有十家厂商 提供了有195个职缺 职缺的种类是非常的丰富 有包括一些技术或是说一些造福 甚至还有一些餐饮 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加成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了一个公读的机会 对象也针对我们刚应届毕业的学生 或是还在学的学生 来提供这样一个公读的机会 这一次的职缺最高的薪资可以达到4万5 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疫情趋缓的状况下 其实有很多行业慢慢开始复苏 那以目前来说大概我们的旅宿业 还有餐饮业的职缺会一直 一直会有提出来 所以如果对这两项的一个工作 会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利用机会来做应征 另外面对后疫情时期 许多行业包括餐饮和服务业等行业 逐渐复苏 但是缺工潮不断 因此机动就业中心特地沟通相关产业业主 是否采取调整工时的做法来招募所需要的人才 填补缺工困境 同时吸引中高龄民众以及二度就业妇女加入 改善缺工的问题 面临我们产业的一个缺工 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没办法补足 那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就业中心的部分 也会跟产业企业界来跟他们做一个讨论 那是不是可以调整他们的工时 那也就是说 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特性 比如说妇女 她可能会希望是朝九晚五 然后结束可以去回家煮饭带小孩 那有些年轻人呢 他们可能早上起不来 可能是晚睡 所以运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调整工作的一个时数 那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吸引我们二度就业妇女 以及中高龄 那甚至青年呢 也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行业 基隆就业中心指出 接下来政府将会针对餐饮 以及观光旅宿业者提出 相对应就业征裁补助措施 吸引求职民众投入餐饮 及观光旅宿业 缓解缺工的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